6月1日上午,中国东方航空公司C919国产大飞机直飞的首个跨境商业包机 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并于11时许抵达香港特区 当日下午16时许,由C919国产大飞机直飞的MU7192次航班 乘运了从香港前往上海,参加护港同心,相聚上海 香港青年学生实习计划的逾百名香港青年学子 顺利飞抵虹桥机场,穿过航空界最高礼仪的水门 现场上海海外联谊会,上海市青年联合会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据了解,此次助力香港青年学生实习计划是C919首次跨境商业飞行 该项目的促成是沪港两地政府、社会、企业通力合作的成果 非常高兴今早在沪港人社团的代表 能乘坐C919首次跨境商业运行的航班,飞往香港 同时又为我们接来了今年度来户实习的香港大学生 我想这寓意着沪港间的紧密联系将踏入新的阶段 希望未来两地的合作能进一步促进两座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两地的交流能注入更多的年轻力量 据介绍,抵达上海的逾百名香港青年学子 将在上海开展实习、参访和交流活动 上海方面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周末活动 包括参观华东无人机基地、阳山深水港等 带大家上天入海 香港大学学生郑问新透露 此次搭乘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客机C919 让他深感自豪 同时也非常期待未来在乎相关活动的陆续开展 国家航空科技的发展能发展到今天这么先进 我是感到非常的自豪还有非常的开心 今天做是体验了整个起飞下降 然后体验了椅子有多么的舒服 体验了飞机餐有多么的好吃 飞机服务员的服务有多好 就是一整个体验就非常好了 实习期间上海主办方还将启动粮食亦有计划 由50名护港两地企业家代表担任香港青年学子的导师 为他们在上海的实习生活答疑解惑 并提供回港后续事宜的指导 据了解C919飞机自2023年5月28日圆满完成首次商业载客飞行 至今已向首家客户中国东方航空交付6架 开通了上海到北京 上海到成都 上海到西安的往返航班 预计到2024年底 东航C919机队将达到10架 目前C919的全球订单已经超过1000架